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无天 第637集 雷洛这家伙的强力磨眉术 也算是一变的 他每一次进入世界的时候 可以率领麾下至少四名忠诚度最高的狂信徒 这四名狂信徒乃是从其余的各个世界当中招募而来 十分的精锐 类似于追随者一流 这是实强者的追随者都是偏重于战斗 而雷洛的这四个狂信徒呢 则是手无腹肌之力 但是他们的个人魅力 对于剧情人物十分的强大 可以对抵抗力不高的人进行洗脑 灌输宗教观念 从而召集到汉不畏死的四等教徒 雷洛目前率领的八名四等教徒 就是被他的狂信徒给忽悠来的 那都是目光坚定 神色狂热 看样子就算是为雷洛奉献出自己的老牌女啊 那也不在乎 若不是对神岳集团当中的人施展魅惑 会导致声望疯狂下跌 而且周围那些被选中者联盟的人又是虎视眈眈 否则的话 雷洛的身边跟随的人绝对不止八个 至少被翻上好几倍 方林的宝石结在东京的街头上滑出了一道飘逸的曲线 在车流当中肆意的穿插着 这也引来了好几个恰使名车的太子党的关注 怪叫着腾踩着油门也猛追了上去 可惜的是 很快就被方林这一家连逆行的时候都不曾减速的宝蓝色的宝石结 甩得是远远的 以至于连车尾灯都看不到 在距离西町警察局两公里以外的地方 方林已经觉察出不对劲来了 因为此时本来是街头上最为繁华的时候 这街上却出奇的冷清 还不时传来的关闭铁闸卷连门的哗啦啦的响声 还有着神色慌张惊恐的行人在跟跑 依照方林此时开着极高的车速 两公里的距离 也就是十多秒的时间 他的宝石结虽然在做着横冲直撞的事 但是却有着一种野蛮的优雅 西町警察局很快就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 但是那儿 此时已经完全不似是一个警局了 而是仿佛经营了七八年的废品 收购站一般 警局的门口停放的自然是不少的警车了 但是这些警车无一例外 那都是破破烂烂的 扭曲特别厉害 就仿佛被巨大的手掌握住之后 使劲地揉搓了呀 看起来就算是停在那儿 都是非常勉强的事 更不要说是开动了 方明驾驶的宝石结 带着刺耳的轮胎摩擦声与烟尘 来了一个漂亮飘逸的甩尾 顺带撞开了挡在警察局门口的拦路警车 而他一跃下车 目光却是停留在了地面上 这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地黑了下来 四下里静悄悄的 光源来自于警局门口已经塌掉一半的大门 还有这周围若费旧车辆一般的警车 闪烁的紧灯 这样浑暗的光线下 方明驾驶还能够注意到地面上的细小东西 可见他的观察力乃是何等的缅锐 方明弯下腰去 用手粘起了地面上一块很细小的东西 这是一粒子弹 上面还残余有温度 可见它从枪囊当中发射出来以后的时间还不长 这粒弹头相当的异常 只要略有兵器知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乃是日本警察常用的配枪用弹 但是不寻常之处 在于这枚子弹仅仅剩余下来一半 子弹是被竖着纵抛开来 里面的结构清晰可见 断面光滑无比 若是交给七个专家来辨认的话 肯定认为这是类似于那种巨型的高能水压切割机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方明却清楚地知道 这绝对不是什么水压切割机 而是被人一刀切开的 方明接下来在那附近继续地搜寻 发觉在警察局门口左边三米的地方被抛开的弹坨是最多的 他们凌乱地散落了一地 看起来像是有一个人站在这 有只手十把以上的枪械 以不同的角度对准 他不停地开火 若是普通人的话 铁钉这一定被打成马蜂窝了 但是地面上干干净净 没有滴落半滴血尽 显然这个人并没有受到伤害 敏捷之高的轮回者能够夺子弹 这并不稀奇 但是在这样近距离的枪战里面准确地用刀的刀锋 展开射向自己的大量弹头 他们的力度准度 却在当真有些害人听闻了 方明甚至可以肯定 这样的刀手杀人的时候 甚至在攻击敌人心脏的时候 也不会多出一分力气将敌人的心脏刺穿 而只是刺破心腔让血液涌出便足够了 这个人的挥刀速度 以及对自身力量的计算和估计 已经到了一个害人听闻的地步了 应该是他了 方明的脑海里面迅速地浮现出了一个人的详细资料 他冷笑地说道 我还真以为你们当真铁了心要做苏头乌龟呢 没想到还是被这个消息给吸引过来了 方明之所以没有叫上林银秀与胡华豪的原因呢 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声望 在这个西厅警局的突发恶劣事件 看似是十分偶然 但是在方明的眼里 却有着几分必然的味道 这很可能就是一个隐藏的任务事件 要让轮回者有机会选择天国神族的阵营能够加入进去 方明乃是站在了天国神族一方的 而林银秀与胡华豪在他的刻意培养之下 已经相当于是进入到神岳阵营的高层了 他肯定不会放弃 一旦出现在了这样的是非之地 稍不谨慎就会导致他们两个人的声望尽毁 前功尽弃 何况老胡与大门五郎切磋 林银秀在于神岳千赫攀关系 做的都是至关重要的事 无论是于公于私来说 方明都没有必要让他们进来 倒是雷洛呀 方明很有兴趣同胎来一次同甘共苦 咱们有福嘛同享 哎有呢自然也得同当吧 而方明确实没有欺骗雷洛呀 在天国神族这边 确实是更容易捞到更多的好处的 当然自然也要冒更大的危险了 不过就算雷洛有什么意义 一句富贵险中求就足够啊 堵得他说不出话来 何况方明还陪着他一道冒险呢 方明安静地坐在了旁边的台阶上 随意地掏出了一支烟 点燃夹在了指尖上 他们并不吸 而只是看着淡蓝色的烟雾 无声地上升 烟头的红尽在黑暗里面 实明实暗地闪现着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野兽的毒眼 在猙獰地观望着所有的人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街边就响起了刺耳的刹车声 一辆黑色的高级房车开了过来 系列陆续的十八名神色谦卑的人 于贯而出 摆服在了地上 还在地上铺上了红色的沾毯 雷洛这个教主啊 摆足了派头 才从这里面是稳步而下 不过呢 他本来就是相貌堂堂 浓眉大眼 行动之间可以称得上是 英式狼固 可以说十分的彪恨 雷洛呢 当然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警察署门口 手里拿着烟的方林 他这一挥手啊 带头走过去 身后的八名四等较重 恭敬地走在了他身后一米野的地方 看他们眼中这狂热的神色 似乎随时都要跪拜在雷洛的脚下 方林的随意 与那八名四等较重的谦卑 形成了鲜明无比的对比 其烟有害健康 雷洛走到方林的面前 拿手抚了抚烟雾就没说到 方林微笑着说道 你放心 吸到的不是二手烟 因为我没有吸它 我再拿这支烟来做计时而已 雷洛一听 好奇地问道 你计什么时间 方林抛下了烟头 用脚 免吸了之后 淡淡地说道 若烟头吸了你还不来 我就不等你了 直接进去找你的老朋友 分一杯羹了 我的老朋友 雷洛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 你说 刺刀 敏捷天王 刺刀 方林微笑着说道 而且你又没有发觉一件事 这周围虽然发生了极力无比的战斗 可是 却只有血迹 没有尸体 这说明 你提供的资料里面的另外一个人也来了 实施者这些家伙 我倒不怕的 但是 刺刀这家伙 可是相当棘手啊 雷洛说话的时候 眉头都是微微地皱了起来 要知道 刺刀 可是四天王当中的敏捷天王 他物理的攻击力肯定是最高的 而且最利的矛碰上最利的盾 无论是矛断还是顿碎 双方都会遭受到可怕的重创的 但是 方明却是漫不经心的一笑 仿佛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说道 能够让敏捷天王刺刀 与实施者这两大巨头都出动的秘密 利益 肯定是相当的丰厚吧 果然 在听到了利益这二字之后 雷洛 顿时眼睛里露出了一丝贪婪和渴望的光芒 他致了一致 说道 什么利益 方明淡淡的说道 当然是我许诺给你的永久提升移动速度百分之五十 攻击速度百分之五十的技能了 不过利益与风险是并存的 你应该懂吧 雷洛 冷笑道 只要你跟我一起行动 下地狱我也去 他算准了 目前自己对于方明的利用价值是极大的 因此 方明未必会对付自己 所以他才答应的这么爽快 要知道 方明是善于布局 雷洛又岂是笨蛋呢 就算有什么抵抗不了的危险 雷洛这赫赫有名的体力天王也是相当有把握直接逃走的 这家伙的体力值在最近的大量积分和潜能点的滋润下已经冲破了整整四千大关了 难道他会死在方明这个精神力特长者之前 这是这雷洛不知道 方明已经先入为主的取得了目前的天国神族之首高尼兹的好感了 比他们都先行一步做好了事情的铺垫 不过呢 雷洛有一点是没看错啊 那就是方明现在确实没有要摆着雷洛一道的意思 正所谓 飞鸟进凉宫藏 狡兔死走狗喷 现在飞鸟依然翱翔在天 狡兔依旧出没于林 还没有到藏宫杀狗的时候呢 方明在前面吃肉 总归林银秀与胡华豪也分不到后面的这杯羹了 于是就让雷洛捞点汤喝呀 也无所谓了 走吧 方明站起身来 拍了拍屁股 说道 雷洛呢 也点点头 但是两个人呢 都是不举步啊 方明呢 咳嗽了一声 阴影里面 马上跳出了尾苏夫 口沫横飞指着雷洛 骂道 哎 你是号称体力天王的 哎呀 我竟然主攻为你看路吗 你这死不要脸 雷洛呢 本来因为每次和这方明打交道 都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因此啊 这一次是刻意的让这方明难堪一下子 让他出出声求自己一下 嘿嘿 没想到他方明还有尾苏夫这个贱人作为一个棋子 他这大怒之下 只觉得在自己手手下人面前 这可是大师颜面呢 马上起脚就将一拉罐对准尾苏夫直接踹过去 雷洛这家伙 深藏不漏 力量也在一百五十点以上 这一脚全力踹出去 一个空空的一拉罐的威力绝对不比子弹逊色多少 但是雷洛在出脚以后忽然间就僵住了 要知道尾苏夫现在的体力值还没到两百呢 这一脚说不准直接叫他踹死了 哎 那自己的分红怎么办呢 所以他只能是临时改换了踹出去的角度啊 于是呼呢 一个高速飞行的一拉罐被高高踹向了天空 几百米外的楼房上传来了一声清晰的玻璃的粉碎声 这数秒之后就有狂怒的咒骂声也响了起来 雷洛望了望着洋洋得意的尾苏夫 有无耻微笑的方铃 他怒道 好 算你喊 随后 他是拔腿向前走去 不过方铃也是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 叫上了埋伏在暗处的屠夫以后 走上前去与他是并肩而行 同时还动用自身的精神力探测来探查周围的环境 还主动的从雷洛与他的信徒建立起了精神力共享连接 这时候雷洛的脸色才好了一些 他之所以肯和方铃合作 也有方铃的这个精神力探测共享的方式是确实强悍的关系 不仅周围的势力无法触及的地方也是了弱之障 还可以自动的显示相关的距离和数据 这么方便的信息模式 在战斗当中可以发挥出相当大的作用 警察局里面呢 一片的安静 走廊上到处都是血迹 玻璃的碎屑 散乱的文件 最触目惊心的是走廊上面的洁白墙壁上有着大量拉长的血手印 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散乱的手印在墙壁上拉出了长长的血痕 是惨烈无比 仅仅只是看的 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受害者绝望无助的心情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种血迹的小炉